每一次 每一年 礼拜慈悲三昧水灿 以此功德不但回向给历代祖先 过往先人 包含有缘无缘十方一切众生 还有个人的累积冤亲在主 当然个人在学佛的这条路上 感觉好像一年有一堂功课 这一堂功课是拜水灿 借助水灿的经文内容 让自己重新剪点 再次出发 这是一年一年拜水灿 它会是一个段落 这个段落是从过去的一年 过去无数的一年 自己懂得的道理 毕竟一年一年应该有所不同 如果各位拜水灿 只是觉得很累 喉咙很痛 腰或者膝盖很酸 只是觉得感慨 一年不如一年 那其实各位要把用心 重新摆对位置 身体当然一年要老迈过一年 但是对道理的明白 应该是一年清楚过一年 我在时间点上 在跟各位做这个推移 各位有感觉吗 你有更清楚明白吗 有吗 不到一半的人说有 各位不一定跟我回答 但是你真的要认真想一想 其实慈悲三昧水灿 是一个修行人 在发现自己的障碍 然后彻底的降伏我慢 即便是一代国师 一个大修行人 一样会有业障险前 一样会有魔障来考验 那么所以面对自己的一个障碍 自己重新出发 写下这一部三昧水灿 所以当我们在读诵的时候 真的 我说拿慈悲三昧水灿 刚好安排在清明法会 清明法会是可以说 就是差不多我们忙着农历新年 欢欢喜喜成千上万人 来这里过个欢乐中国年 之后呢 再圆满了一年最大的感恩法会 那是供佛摘天法会 就过了之后 开始的一年 例行的这些法会课程 那么第一个 这个功课 所以不是只有让我们拜着 唱着 觉得这些曲调 音韵好不好听 甚至于大众的饮食 做得好不好吃 不是为这些而来 是道理我也没有更明白 如果你更明白的话 看得越来越懂 其实整部唱文 缘起当然上午已经说过了 那么我只是想让各位知道 其实佛陀带着我们修行 学习他走了这一条路 他希望我们走一条 是建设性的 不断不断成长的道路 但是各位知道 建设之前应当要破坏 其实这个法门呢 是包含着破坏跟建设 这个两大环节 破坏跟建设 就是我们在忏文之中 看到的忏悔与发愿 忏悔相当于是把我们内心 牢不可破的 自以为是的 甚至于包含自我满足 自我感觉良好 就像我曾经想过 我在三十多年前 刚入佛门 读佛学院出家 不久就去寻出家戒 三坛大戒 三坛大戒功课当然很多 以戒律的学习 以戒律的学习为主轴 安排功课 每天晚课是下午 傍晚的时候 到晚上一天的功课都做完了 就要灿磨 灿磨的时候呢 我听到旁边 当然都是出家人 这是出家三坛大戒 我听到嘻嘻嘻嘻嘻的 错气声 甚至于有的时候听到放声 痛哭 嚎啕大哭的声音 那一种好像不晓得犯了多少的过错 然后深切 自责 忏悔 那样子的 那种 那种哭泣 在佛前 我当时只有22岁 我出家的时候 我其实不明白 他们到底做了多少坏事啊 为什么在佛前忏悔的时候 要这样哭得 嘻嘻嘻嘻嘻嘻嘻 我觉得很惊讶 难道出家人当中 有这么多坏人吗 为什么大家都做了那么多坏事 在那里哭泣 忏悔 而我自己呢 我自己反省 以我当时的程度 我觉得我从小就很乖巧 听话 懂事 父母疼爱 师长疼爱 一直都是同学中的 就是 什么都是好的 模范生 我当时啊 没有一点点的 觉得悲伤的感觉 觉得他们这样哭泣很奇怪 然后感觉 自己因为不懂 我其实学佛时间很短 可以讲看到一本释迦摩尼佛传 就决定要出家 就这样踏上出家的路 所以整个基础其实不够的 那怎么样可以跟我过去生中的根基 要把它连上来呢 要唤醒过去生的 那个基础呢 我在当时很懵懂无知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忏悔 我没有做错事情 我很乖 就这样子 到了差不多第三天 第七天过了 这一个多月的戒期 第一个星期过后 突然间放香的时候啊 有另外一堂 另外一班的戒指 没有理由的 看到我突然很生气的 指着我就骂 我实在讲 我一辈子确实没有被骂过的 那次在戒会中啊 突然被人家这样子的 很莫名其妙的 没有理由的 一顿骂 骂得我很难过 到了晚上啊 因为我那时候不能解释什么 不能说话 我们这一堂自我要求 全堂整个戒期 整个月都是禁语的 所以我知道不能讲话 但是我觉得很委屈 我觉得他应该是认错人了 冤枉我了 很难过 到了晚上 参谋的时候 佛号 一举啊 突然声泪俱下 那个时候啊 突然明白 我不是没有过失 如果我真的没有过失 不会有这一些 莫名其妙 人家这样对我们 或者发生什么事情 让我们难受 这种不如意识啊 就不应该有 一旦发生 可见 必有因缘 只是 我不明白 那个前因后果 过去生所造的业 这一生 这可能还是众业轻爆呢 只是被骂一顿而已 被冤枉一次而已 所以当时啊 就深深的 我觉得那一次呢 那一骂 可能正是护法神 这个化线呢 把我教训了一顿 突然明白过来 过去生中 不晓得有多少 这些冤业啊 还没化解的 以后还要可能是 要迎面而来 不知道有多少的 所以那个时候 悲从中来 觉得自己忏悔 往昔所造诸恶业 那时候才懂得 在忏磨忏悔的时候 就是很自然的 内心里头 知道自己的不足 必有因缘 否则不会这样 那个时候我感觉 应该是跟这个忏悔啊 这一哭 就把过去生的 过去生中修行的根基 就连结上来了 那个时候懂得惭愧 在佛教里头啊 如果给人家说 你真是不知惭愧 这个等于是 佛门里头判死刑 比杀头罪还要严重 在佛门里头 一个人如果不知惭愧 不懂得自己反省 觉得对不起自己 我是什么人 我能够生而为人 我可以进三宝门中 我可以听闻佛法 我是佛的弟子 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 说这样的话 我怎么可以起这样的念头 我是什么人 觉得对不起自己 叫惨 自省 对不起自己 惨 自省 对不起别人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 我这样子 对别人 别人该是多难受 对不起别人 叫愧 自惨 愧他 懂得反省的人 知道惭愧 知道对不起 自己身为这样的人 也对不起这样伤害别人 所以一定会改进 才会进步 有进步 说修行 犹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你没有一直一直挑战自己 向自己革命 一直前进 一直革新 改进 如果没有的话 停留在原地 其实没有所谓的原地 没有向前 就是退后 所以通过水灿的礼拜 每一年 灿文跟着法师诵经 跟着经文这样子带着 一边诵 一边看 一边想着 一边反省 从前面的都是忏悔 忏悔身口一三叶 所造的种种罪 忏悔六根 对上外境的时候 在外境之中 要起多少的 这些不善业 大大小小 有的比较粗大明显 有的很细微 总是跟着灿文 跟着这样子走 这样进入 这样去反省 知道自己 其实我相信 没有在座我们之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说 所有忏悔文之中 所写的一切业 我完全清静 完全没有毁犯 我不相信有人 可以说这句话 可以说这句话的人 应该不在这里了 他应该要到圣贤界 应该要到菩萨乘 应该即将要成佛了 最后不再起烦恼 不再造诸恶业 到最后断尽 所有的烦恼习气 那个时候就叫成佛 而我们还在这里 所以要很清楚 在佛陀教导我们的 这么多的智慧道理面前 我看到有些 有些人在说佛法 比较哲学化 他研究它 找它的逻辑性 又从这个论典之中 去找出很多的资料来研读 如果让佛光山来做 大师不会要我们这样做 大师跟我们讲 我们可以举办学术研讨会 学术研讨会 就教授 学者 当然还有一些 很有学问的法师们 在学术会议上 尽管去研讨 但是面对我们各位修行人 各位佛弟子 护法信徒 都是来学佛 来修行的 不用在语言文字上 过度的执着 停留 研究 一个字一个字在那里拆解 然后衍生更多的字 其实最重要的是 通过这些 我们现在讲话的语言也好 经文的文字也好 各种教材的文字也好 你通过它 你问自己 对道理明白了吗 是那个文字背后 要我们明白的道理 只问那个道理明白了吗 明白之后 我有做吗 我该怎么做 我做到有多少 我过去是这样 其实我应该可以做到什么 这个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跳开 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语言文字上 这个就陷入所谓的文字障碍 也可以讲就是所知障 这个是学佛进到的很大的障碍 还有所知障 我们要去学的 所要知道的 却正好反过来障碍我们 那该怎么解套呢 我们依靠它向前 结果变成 我们仰赖它 却拿到一个障碍 这怎么办 你只有超越那个语言文字 去明白 真是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个是在礼拜完慈悲三妹水灿之后 我真的很希望在这里 因为你可以在这礼拜一天的 你必定是很虔诚 有宗教勤操 真心学佛的 想要修行的人 你有向道的信 所以不用做学者 而是真正要做行者 就是你从学佛 就从我们进门 求佛 拜佛而来的 之后才知道 原来我们不是只有这样子拜 这样求 是佛陀已经教我们很多 是要我们学 我从求佛 拜佛 现在知道要学佛 一边学 学佛 一边实践 就行佛 学佛 行佛 行佛 学佛 像这样 所以一边学 一边修正自己 就是行佛 应当要改变 这堂功课 真的是只有 仰赖各位各自用心 真的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是不能够仰赖别人 一直带着 希望说 刚刚讲 其实佛陀教导我们修行 始终不离 破坏跟建设 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 自我满足 觉得我现在这样也很好 我一个人这样也很好 就像我现在假设这样 我是这个道场的住持 大家都说我很慈悲 那我这样就很好了 大家觉得我很好就好了 可以这样吗 当然 有不得你们说 但是 我只是举我个人的例子讲 我尚且不可 不但不可 而且 是严重的 万万不可 你们有过失 有人会提醒你们 我有过失 谁来提醒我 我的处境是不是很危险啊 如果在陷入 那种不自知 还不懂得 从经文之中 从自己的言行 就深口一里头 自己哪里做到 哪里做不到 还跟自己骗自己 如果是这样的话 哎呀 地狱门前深道多 就是说 有多少人 披着袈裟 要下地狱报到的 好可怕 所以我们在佛光山 一点都不敢马虎 不敢随便 只能说 我们所知所学 也确实有限 加上呢 确实 我们要比一般道场的法师 要忙 这个 一般的 道场的寺院工作 一个道场都忙不完 我要忙 整个加拿大东岸 然后 我记得 昨天我们是开会 是吗 昨天 前天 开会 昨天是上课 下了课 我马上 我说 赶快开电脑 我看看 东岸所有 佛光会 这个辅导法师 辅导各协会的报告 交来了没 我要看过 要改 要签字 然后寄回到世界总会 不是只有道场 要协会 不是只有加拿大 包含美国 要讲起来 也真是忙 但是 心念不空过 心念不敢随便 我这样子举例 只是希望各位真的 不要自我满足 面对 忏文 很诚实的 谦卑的 真心的 把自己完全没有保留的 在佛菩萨的面前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弟子 我的知识就是这样子 我哪里应该改 而我还没有做到 我过去有哪一些没做到 现在还好 进步了一点点 你就是要这么诚实的 不用保留的 向着佛菩萨述说 然后在礼拜之中 请求佛菩萨加持 为我做证明 我去年没有 我说的 今年没做到 我现在在发心 立愿 我现在发愿 明年我一定要做到 就是这样 所以忏悔是破坏 破坏掉我们的我值 我们的自以为是自我满足 自我的供高 所以破坏 破坏之后呢 靠发愿 再一次发愿 不断不断地发愿 也有一个经典的形容 说发愿就像射箭 你这一支箭 一支箭射出去 它掉下来 在它掉下来之前 再射一箭 再把它推往前 要掉下来 再发愿 再把它往前 就好像一节一节的火车 一直推 一直推 一直到达 完成的目标 发愿 要速速发 这个速速不是说快快 不是快速的速 速刺 次速的速 速速发 就是不断 不断地一直发愿 只有这样 不断反省 然后不断地发愿 破坏 然后建设 不断破坏 自己的我值我慢 自我重心 然后不断地 按照佛陀教导去发愿 这堂功课是非常地真切地 跟大家做分享 希望我们大家一年一年礼拜 慈悲三昧水灿 真的可以去除往昔所造的诸恶业 我实在说一句 如果各位以为忏悔 是我只要忏悔了 我多少的罪过 全部一笔勾销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尽管可以杀人 骗人 害人 说我明天就去拜水灿 今天多骗一下 多伤一下 多抢一下 没有关系 我明天就去缴功德财了 是这样吗 各位正知正信的佛教徒 知道不是这样的 如是因如是果 你去害人 有你害人要受的果报 比如骗人 我们不要讲说 我们不太会去杀人打人 但是我们放纵自己的讲话 或者一个态度 让人很难受 这个也是伤人 我们太放纵自己 顺自己的习气去 而不知道节制 不知节制 这样也是伤人 那么不要误会 以为说 反正我可以去忏悔就好 实际上 这样伤人 有这样伤的因 要得的果报 当然你说 我过后几天 要到佛光山来拜灿 我要来供修 我要来忏悔 来供修 来忏悔 有供修 或者礼灿的功德 一单还一单 如是因如是果 这中间是没有得 把它覆盖过去 把它冲消掉的 它还是要受报 只是说 因为你礼灿 你修诸功德 你的能量加强了 当你要去面对 过去所造的那个业呢 你的这个能力 是有能力去偿还的 去面对的 所以我想大家正确还是要 观念还是要正确 那么希望以后 在到场一样 供修法会也好 在星期天供修之后 下午的佛学班的课程 现在还在讲佛法概论 用成佛之道做这个教材 对于过去学佛 都几十年了 一二十年的复习 也会觉得有一些收获 因为毕竟你有成长了 那么对于有一些 初初来听的人 可能会觉得 好像有一点深 我听到有些人说 听都听不懂 很想放弃了 听不懂 其实就是听不懂 才要来继续听 佛法是多文熏悉 你继续听 一次不懂 两次会懂 两次不懂 三次会懂 那么希望大家坚持下去 否则你这一生不懂 你来一生都不懂 你愿意这样下去吗 这事实在是太可惜了 总是有佛法听闻的因缘 大家用功 那么这一周 佛学班 蛮以法是要讲 八大人绝经 这部经典 短短 就那么几个字 最短的经文了 但是呢 讲的呢 却是把 这个 经律论都包含进去了 而且非常的警惕 总是呢 我希望各位 星期四下午 就听 粤语佛学班 在万景佛光园 星期天下午 是在道场 星期六呢 还有英语佛学班 儿童有儿童佛学班 青年有青年的佛学班 我们大家一起精进用功 好吗 好 我们也以此精进用功的功德 今天我们礼灿的功德 今天一天在这里 清净的功德 专心 诵经的功德 回向 给我们各位护法信徒 真的 能够消除业障 增长智慧 能够广发菩提心 能够在佛道上 更上一层楼 也以此功德 回向给所有 我们在今天清明法会 所超见的 所有的历代祖先 过往先人 还有个人的累劫 冤亲在主 真的 这些业障都消除 都能够蒙佛接引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继续要听法 继续要进步 他日有缘 趁愿再来 在这个娑婆世间 广度众生 同节善缘 好吗 好 我们就 功德到这里圆满 我们先站起来 法会圆满 我们要感谢 除了常驻起见法会 真的要感谢许多的义工菩萨们 我们就是安心的 专心的 在这里礼送水灿 吃饭的时间到了 我们 我知道今天 各位是到灾堂去吃便当 二楼会议室 三楼禅堂都坐满了人 那么一两百人 是在会议室跟禅堂 他们就就地在会议室跟禅堂 在吃便当 这将近千人 其实今天下午 还是我们佛光同军团 还在五官堂活动 那么待会儿 还有这些儿童的活动 他们继续 那么总是呢 这么多人回来 感谢所有的义工菩萨们 典座主啊 他们不是只有今天一早 六点多就要来 他们昨天都要准备 前几天都要准备 那么 另外除了典座行堂 特别是在大殿内 各位看到 在拜殿 要有人排 有人收 经书也是一样的 包含 这么多的牌位 今年的超建牌位 差不多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所以这个坛口 拆了 扩大一次 再拆 再扩大一次 拆了两次 这还是破纪录 所以我们的村长 带着这个金刚组 在布置这个坛场 当然捏布组的师姐们 一样 要很仔细地 再把它布置上去 让它看出来 是完整的 庄严的 插花 供果 这个香灯 法务组的香灯 引导整个顺序 这么样的顺畅 让我们很安心 在这里礼拜 那么 特别温书主 这一个多月来 都辛苦他们了 那么下了班 放了学 直接到道场来 有的时候没有吃饭 赶工 赶快输入 到最后这一两周 赶快先张贴 把它供上去 是要好多的人 包含你用洗手间 还有环保主 你要喝水 我们滴水坊的义工 还要帮你准备 这是一个大家庭 这是一个 为让大家修道 为大家准备的一个道场 所以 好好的在这里 让自己进步 让自己 更加的发心 增上 好吗 好 那也谢谢供阳 待会儿应该有 这个鱼罐水 还有一个是 一个面包是吧 有一点点心 这个有供阳的栽主 来节缘 那个水 是今天礼拜 水灿 加持过的水 各位带回去 可能各位会很口渴 可能会想把它 一口气喝完 我还是建议你 分开来 潜尝即止 剩下的你把它带回去 这个水灿的水 你可以把它放到 如果是干净的话 你放到全家 要喝的水 或者煮饭的水里头 全家都可以得到 这种不可思议 佛菩萨给予的这种 功德加持 大家这样用心一下 好吗 好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